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戴柔 平常我不是在看豪宅 就是去看豪宅的路上 今天這一集非常特別 我們從水上體驗富豪日常 破譯遊艇是基本配備 還要入住全台唯一有專屬碼頭的遊艇酒店 搶先所有YT獨家曝光 一晚要價55000的花園海景房 還能是安定區博爾摩沙遊艇酒店 準備好了嗎 我們起乘 百年首府的台南有多熱門呢 一年可以創下1200萬的觀光人數 歷久不曬的歷史建築 蠱惑人心的美食 不過大家最讚譽的 還是這裡的溫暖人情 總之補都台南很難不愛上它 今天我們來到台南安平 臺灣唯一有自己的遊艇碼頭 福爾摩沙遊艇酒店 佔地3.3公頃 建築沿著水岸而生 與安平古堡隔關相望 話不得說 我們先去辦理入住 以根源和水源為概念 打造獨具特色風格的旅居體驗 遙高大廳融合了傳統窗花 內運紅磚 和水池景觀元素 復刻古都風情 親切迎賓待客 Check in 完了 我們開始今天的豪華度假 GO 放完行李 先到酒店的專屬碼頭 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悶壞了吧 臺灣近幾年也吹起了遊艇熱潮 國際富豪開遊艇出海度假 已經行之有年 現在臺灣富豪也越來越懂生活 購買豪華遊艇當玩具 今天開箱這艘遊艇 58尺的諾瓦蒂 要價破億元 空間可以容納25個人 胸後腰線的船身 搭配流利的曲線設計 霸氣又不是時尚感 上船我們先經過休憩區 拉開門 我們先進到艙室 做層次設計 打造歐式低調奢華風的 雙客廳 雙廚房 雙倉房 一進來是主要客廳區 寬闊的空間 還富有影音娛樂設備 在海上創三天三夜都不是問題 舱內的兩側採用全海景式側窗設計 後方有一個輕食廚房 香檳快樂酒水 在這裡調配 再往裡面走 第一個舱房是兩個單人床 閨蜜一人一邊 也不會影響聊天 隔壁間是第二個舱房 情侶夫妻一起睡大床 感情瞬間回到蜜月期 後艙處為復客廳區看廚房 後艙還設計了一個獨立出入口 喜歡水上活動的朋友 直接通往跳水板到海裡小小鼠 很喜歡吹風的朋友們 跟我到上方一起享受乘風破浪 過去大家對遊艇的認知就是有錢人的玩具 不過在富人界又稱它為海上豪宅 類型大智慧依需求和使用人數 分成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運動型遊艇 是比較常見的小型快艇 主要以速度為主進行一些水上活動 那如果是跟家人度假或幾個好朋友一起旅行 就使用休憩型遊艇 第三種是商務型遊艇 大尺寸通常可以客製化 裝潢更為豪華 會有客廳、KTV、餐廳等等 所以遊艇它就是一個移動式豪宅 可以舉辦海上派對、商業招待或公司聚會 尤其疫情之後 大家開始報復性旅遊 出租遊艇就成為熱門活動之一 這裡除了提供遊艇 還有多元的水上活動 可以和家人朋友用不同的方式探索台南秘境 體驗海上尊榮與樂趣 玩累了就回房 福爾摩沙遊艇酒店有237間房 6種房型 我們今天要全台獨家曝光 最高樓層、最高等級的皇家花園套房 一碗要價5萬5究竟長什麼模樣 期待一下 室內46坪 格曲動線其實跟豪宅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進門左手邊有一個化妝間作為客位 接著是整個開放式的客餐廳 客廳放了一張相當有質感的皮革沙發 從房間內也可以看到玻璃三面影光入室 採光非常棒 接著往裡面走 還有一個獨立的中島區 想要私面聊天 到裡面就對了 我覺得這間套房最厲害的就是它的衛浴 高級感的白色基底搭上雙面盆設計 重點放在這一整面的落地窗 獨立浴缸放在窗邊 寬敞的空間搭上美景 完全達到身心靈放鬆的效果 畢竟出來旅遊更重視的是與家人之間的互動 臥房跟客廳採回遊行動線 機能各自獨立卻互相串聯 然後臥房旁有設計一個書房 出門在外最怕有需要緊急處理的工作 拉門一關就是一個不受外界干擾的工作區 在客餐廳、臥房、衛浴每一個空間都能包覽海灣美景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的風景我覺得最浪漫 從樓梯上來通往風景最美的空中花園 環視一下安平迷人的海灣美景 這裡也有設置水池、戶外霸台 舉辦一場私人派對或求婚派對應該永生難忘 其他間套房還有180度環景的孫容水景房 三十坪的行政套房 設計風格都各具特色 不過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都有景觀窗、陽台 可以欣賞港灣美景 雖然待在房間很臭 但出來旅遊只待在房間也很可惜 酒店內還有台南首座高空五邊際泳池 想拍網美照的絕對不能錯過 長達60米的泳池 還有水上酒吧能來一杯飲品 有置身國外度假的感覺 波爾摩沙遊艇酒店內設施相當的豐富 有泳池、SPA區、球池、親子手作 不管是私人度假或家庭旅遊都非常適合 那美食方面有滿足味蕾的各式料理餐廳 也有比較隱私的聚會包廂 除了酒店本體外 右側別館有氣派的國際宴會廳 適合排場要夠大的商業活動或婚禮 基本上待在這裡一整天非常的愜意 今天這集說華海上體驗有驚豔到你了嗎? 台南除了古蹟、美食 還有這麼棒的海景酒店 如果有其他的度假推薦 也歡迎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另外別忘記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掰掰